這個老人叫做山崎侯 是一個跟著日本侵略軍來到中國的鬼子兵 作為一個侵略者他沒有殺過人 還救了無數的中國人 在中國70年他把這裡當成了自己的家 他說了一口地道的激男方言 日本話卻一句不會說了 2010年他已經103歲高齡 每天還堅持義務看病 在別人眼裡他不是什麼日本人 而是熱心無比的山老爺山大爺 山季洪出生在1908年 祖傳三代都是漢方醫師 長大後他此成副業 考成了一科大學 畢業後也成了一名醫生 本來他以為一輩子都會是一個醫生 治病救人 可時間很快來到了1937年 盧古橋事變爆發 日本發起了全面侵華 山季洪被作為軍醫應召入伍 來到了中國 來到中國之後 山季洪所在的日軍第十步兵團 33旅在天津野南馬場 遭遇到了中國國民革命軍 第29軍以布蕾頑強抵抗 這一仗 中日雙方都出現了重大的傷亡 身為軍醫 山季洪在後方為這些源源不斷而來的傷員治傷 一幕幕慘烈的場景對他衝擊很大呀 他知道戰爭如此發展下去 他早晚會成為胆架上的那個人 他腦子裡很快付出一個想法 我跑吧 山季洪趁著夜黑風高溜了 他隨著逃荒的中國人 從河北到河南 又從河南來到了山東 逃跑的路上沒有人懷疑這個破衣爛山的乞丐 竟然是一個鬼子兵 山季洪遇到人也不說話 只是指著東西哇啦哇啦亂叫 所有人都以為他是一個啞巴 山季洪吃了中國人給他的飯 來到了山東沿海 他想找個機會 看山東半島有沒有去日本的船 他想坐船回到日本 可他逃兵的身份讓他諸多不便 好幾次都沒有登上船 久而久之他便打消了回日本的想法 他一個人來到了濟南 以日本僑民的身份 在火車站找到了一個看倉庫的活兒 而正是他的這段經歷 還給予他一次救人的機會 1932年 從濟南去往北京 運送軍用物資的列車 被沿路的鐵道誘機隊襲擊了 丢失了很多貨物 押送的三個中國人 受到了牽連被關進了監獄 等待他們那是通公的罪名 和死刑的判罰 為了救三個中國人 山進洪把所有責任都攔到了自己的頭上 他被關進了監獄 三個中國人被放了出來 他因此蹲了幾年的牢 卻救了三個中國人的命 山進洪的女兒 訴說起當時父親救人的原因 他那不是上班 我要反人家幫了我了 那你說人家敢幫了我不救人家嘛 而正是這次善局 後來也拯救了山進洪自己 1945年 日本無條件投降 很多日本人都被遣送回日本 而因為山進洪有過救人的壯具 他被魄力留在了中國 後來他和天津流亡過來的女子結了婚 有了自己的家 他在抗戰中目睹了日本人是如何殘害中國百姓的 而他以後在中國的時間就是要為日本侵略行為贖罪 於是他撿回了自己的老本行 在家附近開了一個小診所 一診不收任何費用 你爸爸真是看好了 看病不要錢 他一說這個看病不要錢 怎麼什麼呢 我已經冷了 他那個油的吧 就給點吃點 短點飯來 他量什麼油的 你爸爸可量了一天 沒有吃點 新中國建立後 1952年济南公司合營 山進洪與幾名醫生成立了交流區聯合診所 山進洪成了新中國常任的醫生了 時間一直來到了1972年 中日兩國建交 四年後山進洪獲准回到日本性侵 離別四十年 山進洪終於回到了故鄉 近鄉請更去 可剛一下飛機 山進洪有點傻眼了 他竟然不會說日本話了 回到家他看到了哥哥姐姐 還看到了哥哥姐姐給他立的墓碑 日本投降以後山進洪也沒有回來 哥哥開始想辦法尋找他 日本政府給出的答案是 這忙了 並且有模有樣的把山進洪的骨灰交給了哥哥 哥哥傷心欲絕 想要再見弟弟最後一面 哪怕是骨灰呢 可打開骨灰盒一看 裡面竟然是三塊石頭 原來日本造假也是歷史悠久 請大家把緊跟實事打在公平上 回到日本後 哥哥姐姐幫他在當地醫院找了一個工作 月薪30萬日圓 在70年代絕對是高薪了 山進洪有點動心了 可回想起中國的種種過往 他還是選擇回中國 林興前跟他一起玩大的唐蒂 過來找他酗舊 他一聽唐蒂的身份他驚呆了 唐蒂、山進洪不僅是當地政府的要員 更是在致力於修復中日關係 從1972年開始數次訪問中國 山進洪為弟弟的行為感到驕傲 兩人一夜暢談 有了一個共同的想法 他們想通過兄弟二人的努力 讓自己的家鄉 日本何戈山市和中國的濟南市 結為友好城市 回到中國後 70多歲的山進洪就為了這件事 開始奔波起來 經過雙方的不懈努力 1987年 濟南市與日本何戈山市 正式遞結為友好城市了 他仍舊沒有停止工作 每天還堅持问診 2003年因病住院了 老人自感 十日無多 他向侯十字會提出 死後要把自己的遺體捐獻出來 2007年 洪十字會給予了山進洪一個肯定的答覆 山進洪說 我百歲之年終於完成了我人生最後一個心願 就是這輩子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給了中國呀 2010年12月1日 103歲的山進洪在休息時安詳市區 按照他生前的遺院 家人們將他的遺體捐獻給了中國洪十字會 次日上午 醫院太平街門口 圍滿了自罚前來為山進洪送行的濟南市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 各位看望老爺點贊評論轉發 咱們下期接著吧 觀看